大念著经 巴利文Suttan是经典的意思 而Mahasatipatthana的Mah是大的意思 如果说这部经典是大的 那么也就是说有比这个小的 没错 有其他佛陀说的关于四念著的经典 是比这部经典小一些 这部经典是Mah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详尽说明了更多的题材、内容 所以叫做大念著Mahasatipatthana Sati是觉知 它是非常重要的法的一种能力 Sati是我们的五种能力 五个Indriya当中的一个 是我们要精通法所必须发展的一种能力 Sati是无力之一 是我们必须发展对法精通的力量其中的一个 Sati是七菩提分之一 是我们要达到完全觉悟所必须发展的一种要素 而Sati也是巴圣道当中的正念 Sama Sati 因此对法的实修而言 Sati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Sati按照字面上来解释是记忆、回忆的意思 也就是现代印度化常常使用到的Sati 这个字 但是内观的修行却和记忆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你不用去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 这时候你应该记得的是你禅修观察的所缘 也就是说整个色身之中的实相 关于身和心的实相 你应该一直记得 你的心不应该从你观察的实相上跑掉 所以就这个观点而言 你可以说它是记忆 但是为了更明确的了解 我们说Sati是觉知的意思 这也正是Sati在这里的意思 你是不能够对过去、对未来保持觉知的 你只能对现在、此刻呈现的实相保持觉知 这就是Sati Bata呢,是建立起来的意思 B,这个字是广阔多方面的意思 你多方面的建立起来了 广阔的、多方面的 并不是仅仅指觉知 除了觉知还要有智慧的成分在内 你不是只有觉知关于身心的实相 你也要体认到实相的特性 它是继续不断地生起灭去 它是苦的根源 它不是我 也不是我的 它是没有实体的 这些都必须直接的经验去体验 而不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了解而已 因此 这样才叫做Bata呢 才是具足了智慧Banya 具足了修索成慧Bavana Maya Banya 也就是能让你体会实相真实特性的智慧 以你自己直接的经验 去发展具足这种智慧的觉知 觉知实相的真实特性 而不是仅仅是它似乎是如此 或是它表面所呈现的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经典称为大念诸经 Mah Satipatthana Suttan 明镜柱 使用 写作词 橱